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她迷迷糊糊醒来 看到黑板上的三个大字 叶惠美 顿时傻眼了 什么鬼 历史老师难道也喜欢周杰伦他妈 啊不对 嗯 这是我的名字呀 女孩再仔细一看 自己手中的课本竟然变成了惠美论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可是邪门了 老师讲课的内容的确就是她从出生到现在的各种人生经历 包括她因为失恋减肥的体重曲线 她喜欢男孩的类型都被标注了出来 甚至同班学霸还举手发言 老师周树仁先生曾经说过 搞懂惠美这个女孩就可以通吃所有的女性 想骂脏话的女孩等到下课灵一响 就崩溃地冲出了教室 结果一头撞在了某个男生的怀里 惠美顿时脸都秀红了 此人乃是知名的校草 每天都能收到上千张告白小纸条 女孩们都称其为千条歌 得知千条歌非常喜欢惠美论这门课 两个人的关系啊 那是火速升温 夜色下的街头小公园里 千条歌谈起惠美 那叫一个口若悬河 包括女孩什么时候学会骑自行车的 胸口有几颗痣都一清二楚 惠美心说 卧槽 这么懂我的男人 简直就是完美的一中人啊 想到这里 干柴烈火的年轻人就紧搂了彼此 那个 那个 那个也是水到渠成 然而 次日一早 热恋中的惠美跑到隔壁班 想要探望情郎 只一眼后 她便呆若木鸡 课堂上正在教授的课程居然是千条论 人体模型把千条歌剖析得一清二楚 生理卫生课老师说道 各位女同学们 要注意了 这个千条歌啊 那方面特别的那个 换句话说啊 就是个渣男 惠美再扭头一看 千条歌果然是左拥右保 毫不滋润 觉悟的女孩儿 二话不说 飞起一脚踹飞了渣男 同时也踹飞了自己短暂的初恋 怎么样 惠美论的故事是不是脑洞大到飞起 侠叔想说 这个天马行空的幻想 实际上就是在教育各位妹子 有时候暖男虽好 却容易温度过高 烧成渣男 感情这种事 切记不要过于冲动 你以为他了解你 他只不过是想那个你 当然 喜欢我们不用犹豫 爱了就是爱了 赶紧点赞评论加关注 我们对电影 对粉丝 那可是非常的专一的哟